泰国延长了全国部分地区的紧急状态 理由是担心反政府因素可能导致出现更多 类似三月开始的流血示威那样的动荡局面 泰国政府官员星期二说 将把在泰国76个省中的18个省 以及曼谷实施的紧急状态延长三个月 但有五个省的紧急状态则被取消 紧急状态终止部分公民自由允许审查更容易 动用军队保障和平状态 在抗议者占据曼谷闹市部分地区 进行长达十个星期的示威活动中 泰国安全部队和反政府红山军之间发生的冲突 导致90人死亡 另有大约1900人受伤 泰国军方在5月19号发动突袭 冲破了红山军的营地